大家好,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关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今天咱们继续看搏击凤云系列,由泰国的苏帕杰对战中国哲瓦里罗的一场比赛 苏帕杰技术精湛,号称对华不败 赵瓦里罗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是从酷刑者顾辉,这场比赛为自由搏击规则 三回合制,每回合三分钟,开局一上来,赵瓦里罗使用卡夫踢 苏帕杰年龄24岁,身高米66,体重63公斤 赵瓦里罗年龄18岁,身高米7左右,体重63公斤 但是我从另一个搏击赛事上查到的是赵瓦里罗年龄21岁,身高米78 也不知道哪个为准,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在下方留言 赵瓦里罗,外号老六,我们就喊他老六 可以看到,双方开局就打得非常猛 苏帕杰的拳腿组合 老六的实力也非常强悍 曾经参加过万光金赛中国区域的选拔赛 和战斗机张沛棉打满三回合 苏帕杰曾经和多位中国的高手交锋 苏少赢多,实力非常的强悍 另外,苏帕杰打过泰拳,拳击,还有自由搏击 三种规则的比赛,被大家称为三西拳王 中段扫踢,可以明显看到 老六的内部已经被苏帕杰给踢红了 泰拳时候最主要的招式就是他那四大历程的扫踢 年轻的老六压得非常紧 双方拼拳 老六上步攻击 双方拢抱,可以看到老六的势头非常忙 苏帕杰顶系 老六顾拳反击,老六的身高必展有优势 苏帕杰的大赛经验要比老六丰富 老六组合拳,苏帕杰后侧躲开,高扫反击 老六压得非常紧 苏帕杰左右的摆拳,老六跳戏,双方拢抱 由于老六压的距离太近,双方非常容易拢抱 因为苏帕杰经过专业的拳击训练,大家看他的报价,还有他的躲闪,非常的漂亮 老六组合拳接高扫,观赏性机枪,不过大部分攻击都被苏帕杰躲开 第一局比赛还剩下最后十秒 苏帕杰高扫,老六转身后摆 苏帕杰立刻反击,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 老六双步,后手全命中 第一局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第二局 经过了第一局的试探,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尖凉 苏帕杰中段扫踢,老六接腿组合拳反击 老六始终死死的压着苏帕杰 苏帕杰被压到了维生边后 没了移动,苏帕杰高扫,老六组合拳 老六的拳腿组合大部分被苏帕杰躲开 老六再次将苏帕杰压到内台的边角 组合拳攻击 苏帕杰的这个腿法反击非常好 双方近身对雷,苏帕杰前手摆拳清晰命中 老六的抗击打能力也可以 虽然老六把苏帕杰压到了维生边 但是苏帕杰仍旧依靠灵活的躲散 化解了老六大部分的攻击 老六这位年轻的小将凭借高频率的持育输出 打得苏帕杰有点不适应 双方互换前手 苏帕杰接了扫踢 苏帕杰勾摆 双方贴身对垒 两人就像两头公牛 死死的顶住对方 谁也不肯撤出来 老六用力将苏帕杰推开 然后接了一击高扫打空 双方的这种打法非常像拳击比赛 老六卡扶踢 苏帕杰震动腿空的距离 老六近身 苏帕杰固静顶膝 双方裸爆 裁判将双方分开 从这个角度可以明显看到 老六的内部 背部还有手臂 都被苏帕杰的扫踢给踢红了 老六不断的使用卡扶踢 连续的卡扶踢 给苏帕杰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苏帕杰不断的躲闪 老六一季高爽上头 但是力量非常小 第二局比赛结束 我们来看第三局 第三局为决胜局 经过了短暂休息 双方恢复了些许体能 明显都加快了攻势 拳法更为犀利 苏帕杰全腿组合 老六高扫 苏帕杰立刻跟了出来 中段扫踢 双方搂抱顶细 互换重拳 老六再次将苏帕杰压到了卫生边 大家仔细看老六拳法 大部分被苏帕杰躲开 双方搂抱顶细 裁判将双方分开 老六非常漂亮的拳腿组合 但是全被苏帕杰躲开了 苏帕杰的躲散技能 明显要比老六技高一抽 双方再次拼腿 老六仍旧不占优势 老六攻击苏帕杰的下盘 双方再次拼腿 从现在来看 老六的体能也有所下降 苏帕杰左右的摆拳接低扫 又来了一套连招 观赏性机强 摇散躲避老六的攻击 双方裸抱 苏帕杰仍旧是拳腿组合 摟抱顶细 由于距离实在太近 没有合适的攻击距离 导致老六拳的力量不够大 苏帕杰的躲散非常漂亮 持续的攻击 使得老六的体能严重下降 有点晃 老六继续卡扶梯 遇到这种难缠的对手 估计苏帕杰也不适用 从头到尾 实实的压着自己 没有一点距离 老六就是依靠这种战术 想要啃下苏帕杰 这块硬骨头 苏帕杰摟抱顶细 老六全体组合反击 第三局比赛结束 我们听一下裁判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比赛经过裁判的裁定 双方占平加赛一局 双方打平加赛一局 这对运动员的体能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我们来看第四局 老六卡扶梯 苏帕杰全体组合反击 第四局双方火力全开 都表现出了对胜利的渴望 双方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苏帕杰的全体组合 你来我往互不相呢 双方的这一波对胸 精彩绝伦 就看谁没有体能先倒下 老六后数全命中 双方再次成了顶牛之势 老六毕竟是后边 想要依靠强大的意志力 和敢打敢拼的精神 拿下这位老将 苏帕杰后侧躲开老六的攻击 苏帕杰后组拳将老六打晃 不过瞬间恢复 仍旧不断的进行卡扶踢 苏帕杰移动缓慢 甚至不移动的原因 和老六的卡扶踢 给他造成伤害 有直接关系 双方打到了第四局 老六仍旧死死的压着苏帕杰 老六突然后侧 一记高扫上头 苏帕杰晃了一下 双方贴身对垒 苏帕杰上呼全命中 老六多击拳法命中 苏帕杰全力组合反击 这一套拳队组合明显憋着劲呢 苏帕杰主动退到了卫生边 老六向前压进 拳法攻击 苏帕杰腰三躲避 老六争就不断的攻击 苏帕杰的小腿 老六连续的前点干扰 一记高扫再次上头 双方楼抱 老六跳膝 被苏帕杰接住的腿 挑出来倒地 非常漂亮 苏帕杰全力组合 老六的意志力真顽强 双方楼抱 第四局比赛时间到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 我们来听一下比赛结果 分场比赛 经过裁判的裁定 最终的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八比四十 二号裁判 四十比三十八 三号裁判 三号裁判 三十九 比四十比赛结果 蓝方胜 最终裁判宣布 老六赢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苏帕杰的教练 陈磊不认可 我们来听一下 一场出色 对华的连胜被终止了 这样 大家觉得 红方胜的 叫一下 大家觉得 蓝方胜的叫一下 出场很好 我要说的是 比赛有比赛的规矩 我们叫陈磊教练 这场比赛呢 准确的说 我们采访一下 就是 泽瓦自己 你觉得前三回合 是什么结果 我觉得前三回合 我已经赢了 对 那这样 我们就 因为现在说直播算是 我们就马上启动 仲裁程序 然后 回放 我们来掐 一点点掐 好不止次回合 我希望 泽瓦赢 但是要赢得堂堂正正 记住 听说是最后复议 判了平局 你们认为 两人谁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我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关注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 下期节目更精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